說到Leon的經典名作 當然少不了他和陳松霖合演的 天涯歌女了 兩人當年被指狼才女貌, 相當吸睜 加上Leon在劇中謙謙君子的形象 大受觀眾歡迎 船子, 你知道嗎? 我們夫妻之間一定互相信用 我不知道, 我的心很亂 船子 因為我重視你, 所以我替你解釋清楚這件事 我願意和你同金共虎 我不想外面的言語影響我們的感情 船子 船子, 我馬上結婚了 那我回去跟媽媽說吧 我和陳松霖拍親熱鏡頭 其實沒甚麼, 全部都是苦情戲 不過大家剛在一起認識 他又新, 我又一起合作 不過他演戲是做得很好 我後來慢慢慢慢的感情戲 就開始…不是, 都開始投入電影裡 天涯歌女, 那個是… 你那個機會算不上爭取回來 還是已經放在你面前 只不過你去把握這個機會 爭取的, 很多人去爭取 我找一個方法來聽聽 你可以跟導演說 我監製, 我覺得我做這個角色 我都可以做到的 如果… 即是要自戰的 大哥, 那時候的名單上 有很多人在挑選的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的 那你自己要跟監製說 我可以做到這個戲 你想要求這部戲劇本的元素 出來給觀眾的感覺是怎樣 我能夠做到的東西是這麼多 你看我以前的Trap record 我做過的戲, 我能夠發揮到這種角色 你願不願意給我一個機會嘗試 好嗎? 很積極 如果他做這個角色的話 跟我做, 你可以感覺 到底誰的感覺會比較相似 對嗎? 是 那…他選了我 除了蟲蟲之外 演出翩翩君子的Leon 在人在邊緣裡面 浪蕩不羈的形象 令人印象深刻 當年只有24歲的他 演叛逆青年, 簡直是入營入隔 加上青美美美, 迷倒不少少女 這部劇不但成為當年收視之冠 也是這項演藝事業的一個高峰 有兩部電視劇找我 一部就是《月兒彎彎照九州》 一部就是《人在邊緣》 他說那個是很困難的 不可以, 想你去做 我說, 你要我做這些角色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 他說, 你試一下吧 反正有兩個機會在這裡 你自己選擇一個 你喜歡做誰就做誰 最後我就選擇了 那個…就是《人在邊緣》的角色 那變成, OK 出來的結果就是 《人在邊緣》的角色 是吧 如果我做那一套的話 會不會不可以呢 我不知道